大家好,我是Susan 哇,你看看 这个球篮开得多漂亮啊 超级超级的美 北加州还是挺喜欢 挺适合做球篮的,你看 这一棵呢,是我朋友的 长期的也能放在室外 漂亮吧 通风要好啊 既然通风不好的话 很容易长芽虫 它有点像玫瑰花一样,很容易种芽虫 然后它那个 哇,好漂亮哦 超级超级的好看 这个真的很大 你看 里面还要开很多 超级超级的美 秋篮呢 千叉就可以活了 就是说你可以 像这样子捡起来 然后千叉 它就活得很好了 它是属于比较好养的一种植物 不用木头哦 不用木头就用那个土就好了 就像我们盆栽虎 种就好了 它虽然叫球啦 可是它 属性跟那个真正的兰花呢 还差别很多 它那个绿色也很漂亮 这个叶子很漂亮 有点香味 秋篮放在室外养比较好 因为它有时候会流那个汁下来 漂亮吧 我这一棵呢 是种在树底下的 然后浇水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水龙头的水直接浇上去而已 两个礼拜呢 交易一个酵素 水果酵素 自己做的酵素 超级超级美 好 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